哈嘞大家好,我是初学AE,好消息好消息 恭喜我们的巴西选手终于赢得了选举 真的是太难了,太不容易了 我们亲爱的巴西选手,努力精选了七次 七次呀,才最终赢得了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 我此时的心情呢,就像你好不容易养菲利克大白菜 现如今呢,终于要被猪拱了,兴奋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心头意乱的感人剧情啊 而且这波它还是个碾压局 剩下的三个家伙的票数加起来呢 都没有我们的巴西选手多 居家的顶流,真正的顶流 聊批,投票环节,请做出你的选择 波兰的军粮,法国的特种作战军粮 俄罗斯海外族军的24小时军粮 乌克兰的24小时军粮 大家想先看哪一款呢,可以在弹幕后的评论区里面说一下呀 巴西的24小时单兵战斗口粮一号餐,毛重2.3千克 非常大的一包,快5斤了 俄罗斯的在他面前那都是小弟弟呀 巴西嘛,大家都知道,足球很流皮呀 反正就目前而言啊,咱们的国足跟人家比的话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微小的差距的 还是说俱俩吧 这款俱俩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稀有了 我看国内呢,基本上没人录过 反正我没看着,算是全网首发了 稀有嘛,懂得都懂,他贵呀 某著名司令司网站家运费150刀 人民币1074块钱 当时的汇率吧,他比较高,7点几 我直接我当场学亏老广 学妈亏,亏都老老家了 OK,来个点赞,打给大家开开眼啊 这玩意,他过海关的时候啊,是被拆开茬了的 交贷呢,是我后面给他沾上去的 不能亲手背刺,衣食感大剪啊 不知道里面会不会有巴西烤肉啊 里面的东西呢,被分成了三份 配件包,饮料和早餐包,晚餐包 你们这儿不管午饭啊 我们先来看看配件包里面都有些啥 6颗净水片,4包湿巾,两个勺子 建议的炉具,还有火柴 酒精凝胶,是燃料来着 真的是头一次在军囊里面看到这玩意儿啊 一张说明书,葡萄牙语的 再来看看饮料和早餐的 5包送容饮料,有葡萄味的,柠檬味的,牛奶味的 咖啡味的,还有一个不知道啥味的 咖啡,白糖,水果软糖,能量棒,饼干,草莓味的果酱 这个就是主食了 里面的米饭跟牛肉呢,是独立包装的 讲究啊,晚餐份的,我们来看一下 又整了三包送容饮料,不愧是热带果家呀 咖啡,白糖,能量棒,三十六果酱,饼干 主食呢,是香肠,炖豆子,还有米饭 来个全家福,东西呢,还是挺多的 好家伙,妥妥的下午茶套餐呀 无人敢与其争风,饮料真的是太多了 喝水都喝爆了,只能说不愧是热带国家呀 天气热嘛,水分流失的比较快 是得多补充补充水分 不喝下午茶,哪儿来的战斗力呀 对吧,某个在坦克里面都要好好喝上一杯茶的 不知名的哪个国家 哦,好像是英国 几点了,饮茶了先 咖啡,知道 大概看了一下,它这里面的送容饮料呢 都可以用冷水来冲泡 也就是说里面唯一需要热水的就是那个咖啡了 这个粉味,还挺呛 再加一个牛奶味的 要不我们泡个热咖啡吧 搞包糖进去 开局先搞四杯水喝喝 先喝饱了,咱再吃 就非常的有战斗力呀 先来尝这个柠檬味的呀 其实也算是垫底汁饮料了 我感觉跟美军那个差不多呢 不愧都是美洲的呀 一个在南边,一个在北边 酸酸甜甜的,还挺好喝的 如果是夏天来上一杯,它简直 爽翻,非常的丁 葡萄的,这个颜色还挺好看的 非常浓郁的葡萄香味 葡萄味的很浓郁 感觉还挺好喝的 我感觉我要改口了 俄罗斯的饮料不是最好喝的了 巴西大哥呢成功上位 这个是啥味的来着 这个牛奶味的 不太好化的样子 现在喝的跟奶昔一样 可能水放的比较少 而且还没有完全化开这个东西 香香甜甜的 挺不错 就跟在吃冰淇淋一样 口感也比较丝滑 这干喝也没啥意思 人家喝下午茶也是有小零食的 看看这个饼干好不好吃 好像是那种苏打饼干 颜味的 搭配上草莓果酱 我直接提前带劲 多搞点多搞点 哎呀呀 酥脆香甜 真不错呀 这个才有点喝下午茶的感觉呀 其实讲真的 里面的零食还真没有多少 光给饮料了 小零食差不多 尝了这个软糖 好像也是个翻十六味的 好像不是软糖啊 它是那种果胶 水果凝胶 反正就那种东西 感觉吃起来跟果酱差不多了 都是猴甜猴甜的 吃一块都已经腻的不行了 两顿下去喝到家后 直接疼尿病 直接高血糖 吃完那个东西喝咖啡 感觉没啥味儿 就是有点苦 提神就行 也别管啥味儿了 就时间灌 看看这种能量棒啊 哎呦嘿 巧克力味儿的 我知道这是个啥东西了 超级难吃的那种蛋白棒 我跟你说 这世界上的蛋白棒 就没有好吃的 除非它是假的 它这个味儿啊 就是有点微苦的那种 还有点色色的 色口的感觉 所以只要它的主要成分 还是那个东西 它就好吃不了啊 味道呢 那当然是不好吃 但是口感那是真棒 非常的有嚼劲 就跟在嚼那个牛渣糖一样 哎 它这个呢 相对来说的 还稍微好吃一点 因为它这个巧克力 涂层比较厚 很像国产那个 特能酸口粮里面 那个蛋白棒 那是连涂层都没有 直接给你搞个纯的 难吃的一批 大猫都不吃 跟一句名言来说的 就是饿死都不想吃的玩 我从这跳下去 我都不吃 嗯 越喝越像奶昔 吃到这儿呢 你会突然发现 没有小零食了 这就剩了一个 香蕉味的能量棒了 这好像也不是香蕉味啊 像是一个梅子味的 这玩意儿把语气 说是个能量棒 不如说是个水果糖 外面还涂了一层砂糖 我天 真怕甜不死你 我还吃主食呢 就这些东西啊 热量已经爆炸了 一个糖两个糖 全他喵的是个糖 就没几个不含糖了 也就这个咖啡能解解腻了 你看看燃料 给了 勺子 给了 炉子 给了 火柴 给了 主食 给了 但是加热容器他没给啊 我咋吃 我抖了 我抖了 他肯定是想让我们以内力脱举食物放在火上 虚空夹热 这样的干净又卫生 但是 如果我没有寄宿的话 咱们好像是科技侧的 没有这种东西 那只能自己整个玩了 超市买东西送的 不值钱 很便宜的那种简易的炉具 我们来给它折叠一下 小铁片感觉还挺锋利的 我的小新银 我的细皮嫩肉的 嘎坏了可不好 大概好像也许可能就是折成这个样子 反正能用就行 非常的稳当 接下来倒点这个酒精凝胶上去 酒香四溢 酒香四溢 哎呀 啊 这跟果冻一样的那种感觉啊 真的不怕别人把它当西西果冻喝了吗 一口下去直接上头 没有第二种选择 还挺嗆人的 这个酒精会发出来 牛肉和米饭 我们应该先加热米饭 然后再加热这个牛肉 然后把它浇上去 哇 盖浇饭 我们只有一个锅 这个包装好熟悉啊 这不就国内那种粽子饭那种感觉吗 来自巴西的粽子饭 不知道的猛的一看还以为是瓷吧的 给大爷点上 小火材还挺好用 没我想象的那种爆燃的感觉啊 还是比较安全的 小碗架上去 献祭瓷丸 可得温饱 这样真他喵的能加热好吗 反正我感觉吧 这样加热米饭 好像是有点不太靠谱 米饭啊 这样加热是不太好加热的 我们还是拿去微波炉转一下吧 那个菜啊 那菜倒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加热 炖牛肉给它倒进去 千万不要在它早的时候加燃料 那样会很爽 你看这个小菜它加热就挺好啊 还是得加热这种带汤带水的 它才好嫩啊 米饭是真的不好加热 也不用加热的太狠 只要热了就行啊 我们直接往这个饭上一搅 给搅拌 这多点劲啊 就是看着没啥食欲 一个蘑菇炖的牛肉 颜色不好看啊 芝士 蘑菇炖牛肉 一股的芝士味 看上去不好吃 吃起来呢 确实好像不太好吃 味道一般般啊 芝士味呢还是很香浓的 可惜味道不太好啊 整体来说 味道比较淡 吃的感觉没啥意思 再来看看另外一份 香肠炖豆子和米饭 也是不太好看啊 就不能搞得有食欲一点吧 人家俄罗斯的主食 虽然说也不太好看 但是人家把那个肉香味搞出来了 就很好吃啊 他们这个傻味都比较淡 两个菜都是灰不溜秋的 巴西烤肉呢 就算有巴西烤肉 它也好吃不了 基本上 约等于是没有啥味 也不咸 也不甜 就很奇怪 这个东西 他们做菜都不放盐的吗 流那么多汗 不用吃盐的吗 也没单独给 这份口粮里面啊 就只有这个饮料啊 是味最好的 主食是里面味最辣的 我突然想明白 为什么他给这么多饮料了 因为主食实在是太难吃了 咱们喝点水得了 补充点糖饭就OK 饿不死 快吃啥饭啊 不用吃了 好的 九字掉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给我点个赞呀 感谢大家支持 那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